好 可以了 好美 醒悔 大家好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道 士椒咸酸菜炒苦瓜 这道齋菜夏天吃就最棒了 清热去火 又烧暑又开胃 我买了一包咸酸菜 我要了一大半左右 我要提前浸着它 用点水就会咸过头 起码浸20分钟 有些厂家的咸酸菜也会咸 这种我认为它浸20分钟都可以了 浸到上下 自己试一下 有蒜头 豆豉 红椒 配香味和配色 两种大顶库瓜 这家库瓜都很漂亮 这些咸酸菜我浸了20分钟 可以了 我们要洗一洗它 拿起来 淡的 没有味道也不好 撕开一下 你买回来 开封之后 洗一洗才浸 花枝水就可以了 放下 豆豉 洗一洗 豆豉 可以了 怕它有沙 一般是没有的 用圆粒就可以了 豆豉 不用煮了 水 腹瓜 用了ụ酱胡椒 剩下少層 无许酱酱 用盐剥 刷压 用 Soon 用水或用水浸泡就更好 清乾淨 蒜頭切成丁 去掉丁, 破開胰部 基本是自己按住就凹凹 很容易凹凹 拍一拍 切成粗粗的凹凹就行了 放入豆豉 切一切紅椒 一頭一尾切一切 去掉囊 把它攤開 一半就夠了 切成長腸地形 配上苦瓜形狀 酸菜切一切 太酸酸細細細的 切一切 酸菜頭有些筋 它可能會老也不出奇 酸酸 我們把它搭一搭 先把它切開 切開之後 我們用匙巾 把匙巾刮出來 把匙巾刮出來 刮乾淨白色的 就可以了 切開一半 切開一く 切乾淨 跟情況 vic 切開一半 切開一半 1茶匙的盐 拌均匀 拌一拌,等它腌軟 大概5分钟左右 把腐瓜清洗一下 先把它撈起 倒入水 用一些干净的水 不清洗2次就可以了 轻轻拿下水,不要这么大水份 大水份炒的时候不要炒 稍微烘一下水 不用太厉害的,烘一下水就可以了 炒的时候干爽些 锅烧热之后,调小一点火 放些油 先放些蒜粒 蒜粒要粗粗粒才能炒 如果太油,一落锅就焦了 爆到有黏黏的锅,放些豆豉 放两下,放些红椒 放红椒,翻一下 这个时候的火不太大 放红椒前,调大火 放红椒 放红椒 把红椒翻炒均匀就可以了 红椒洗过去没有味 放红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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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糖 放半汤匙的蚝油 炒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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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酱油 炒均匀 可以了 好,可以了 虾瓜净起锅大概是分半钟 好,关火 很漂亮,很盛围 让我试一下 真棒 好,香味浓郁 吃到午饭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有兴趣的朋友,不妨可以试一下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顺便点赞 多谢大家,拜拜